紅海之所以近期的話 會是一個多頭的一個撐盤要角 有很多的原因 包含像是其實之前大盤 不論是在漲在跌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紅海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 就代表他之前在一個波段上面 並沒有一個暴起暴落 或者是漲上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來你看外資是已經連續 8天的交易日是不斷的買超紅海 他一定是先得到了一些相關的訊息 目前還沒有釋放在市場上面 所以外資才會這麼積極的佈局紅海 這個是之後要來幫大家好好提醒 來研究一下的 而另外的話 紅海大家都說你看 在於漲多之後的話 他的股價今天在盤中 是已經有漸到130元 這樣子的一個價位了 以技術線圖來看 他真的也是漲了不少 所以會不會在他3月30號 法說會之前 而且他的股價都會是這麼伶俐的表現呢 會不會是 法說會前夕有一波慶祝的行情 我就說如同剛剛小畢講 這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畢竟等於說 你把所有的一些利多的一些訊息 緩應完畢的那個當下 反而是說 他股價要做到休息的一個時間點 那畢竟我想 以現階段來看 相對來講就如同剛剛小畢講的 外資相關他們的訊息 可能真的比相關的一些散戶投資的人 還是要更早一步 那這個是造就他們 在最近這為什麼連續8天 台積電賣的稀哩花啦 那問題是 紅海就是每天買 每天買 而且是這個買超的速度 幅度是越來越加大 昨天買了4萬多張 前天買了2萬多張 在一開始 這個連八買 第一天也不過買1000多張而已 那延續到目前是做一個 直接的一個加速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加速拉高上去的一個後續 我想各位你還是要依然 我想我們可以預期 就是說在他這一次的 紅海的一個滑收會 當然的話 我想應該沒有預料錯誤的話 應該是一樣會釋出一些 利多的一些訊息 那利多訊息我想 就是說 隨著他利多訊息的一個釋放 還是要請各位去做個密切觀察 利多如果是說 股價沒有去做到 讓利客的一個反應 那我想這是套用一句很簡單的一句話 利多不漲 緩了就是一個賣點 緩了就是一個賣點 我想這個一樣 就當然靠這一句話 我想還是要請我們觀眾朋友們 靜待他後續 法說會公開那個時間點 相關這個不管是說 這次這一波他主攻的一個要求 當然還是落在外資 外資隨著他法說會的一個召開 講出來的結果之後 外資的一個動向 我想這個各位你可以去緊盯住 外資的一個動向 如果說一樣是利多釋放出來 那股價不漲反跌的話 我想那個時間點就無論如何 要請各位先賣一趟 先賣一趟 所以如果手上有爆紅海的觀眾朋友們 可能要特別留意最近洪家軍 洪海相關他在法說會之前 有沒有公司不斷的釋出一點點 像擠牙膏似的 一天可能釋出一點訊息一點訊息 但如果都沒有 因為這些利多而有上漲的話 大家反而要居高思維 就要想像我是不是 先把部分的 洪海持股出場來做一個獲利了結 我想這是副總一直在強調的 要稍微建議給觀眾朋友 但至於手上現在沒有洪海的 或是他在之前 一個波段先把洪海賣掉了 他最近看到洪海不斷的這樣子漲 或者我們一直說 你看他電動車的話題這麼行 他相關的洪家軍也都漲勢非常的伶俐 3月30號又要召開法說會 這麼多的一個訊息 難免會讓我們的元寶們 讓散戶們心癢癢 想說洪海我中長線抱著他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所以如果就對空手的投資人來講 副總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呢 以洪海這檔權值股來說 我想當然的話 以他既然都已經連續漲了那麼多天 那等於說 後續我想股票沒有那個天天漲 那重點我想 他漲一段的一個時間之後 當然的話 無論如何也會休息 那無論就是說休息那個當下 做一個壓回 我想是壓回 反而一樣是提供給各位 去做到一趟拉回 找買點的策略的一個時間點 我想這就是說 一樣洪家軍 這些相關個股都是 都是等同 就是說後續一樣 你這一路 你在起漲點沒有買到 你已經買到一個很漂亮的 所謂的一叫加碼點 就是說後續壓回來之後 又形成一個 下一趟的這個轉折 又形成一個叫開底走高那個timing 你沒有買在起漲點 你買在這種轉折加碼點 我想這個一樣 後續那股價在做讓人持續性創高 你依然還是獲利 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針對這些個股 你還是沒有去跟上腳步的話 你依然壓回來 壓回來 請各位回測到 不管是說像五日均線 十日均線 你是找那個叫做 均線 短線均線的一個回測買點 我想這是 提供給我們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好 所以副總不斷的耳聽面命 提醒大家的壓回找買點 一定要記得這個新法 這個投資的一個原則 這樣的話就不至於追在高點 像是鴻海 你看今天的漲勢 真的是還不錯 都有漲幅超過2.3% 你看股價也在盤中的時候 漸到130元這樣子的一個價位 創下了近10年來 11年來的這樣子的一個新高 所以你說在短線上面這樣去追 當然是比較不建議大家的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一下 今天重要主題還是在 這個電動車 那電動車部分 像是大家跑 在跑到最前面的 大家聲勢最浩大的 那也就是3月30號 月底要舉行法說了 那在這裡面 劉陽偉 也就是鴻海的董事長 所以我們跟大家報告 他先是跟這個國際的媒體去 講吹吹風 然後提到說 他這個會做區域製造 那屬於這個 才在一個國際趨勢點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他已經 這個 因為你是不是接蘋果訂單 當然蠻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也希望能夠接 全球國際性的 各個汽車大廠的訂單 馬伯庫傳統車廠也可以找他來合作 所以他現在最新的訊息是說 哇 他打算在這個美國 或者是美國的威斯康琴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在威斯康琴之後 有破土動工 準備要做廠房 還跟美國 威州在那邊講來講去 告來告去 那在這裡面 他正在考慮 有可能會設立一個 鴻海自己本身的電動車廠 而且很可能 就是大型的自動化的機械 機械的部分 都是在這裡有所表現的 但是現在劉揚偉的說法 還是有一些保留 到底他會是在美國維州 或者是要打算在墨西哥 現在還正在考量 因為畢竟大家都知道 哇 開玩笑 這墨西哥 這個人工跟美國的人工差別很大 那現在MH裡面 全球大概有 裡面 現在已經快速擴增到 總共有 1065家 然後共同來參與 這個廠大 裡面有三層都是國際一線的大廠 那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非常的關心 那在這裡面 電動車的誘人題材非常多 所以紅家軍 領軍 昨天表現都非常不錯 那我們最後一張 可以看得到 紅家軍裡面 包括像是正達 健翰 以勝KY 這個都非常有表現 廣語等等 那所以在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紅家軍 他的這個汽車概念 電動車概念股持續搶眼的情況之下 那麼漲勢 當然是很多人能夠預期的 那月跌法術也是眾所期待 紅家軍不斷不斷在做一個攻高 畢竟我想針對一個 不管是說他整個一個架構 到目前為止 依然都還是維持這個多頭 不斷不斷往上做的攻擊 這個架構 那當然的話 這種針對一些 多頭架構的一個盤的一個操作面 當然的話 一樣還是要請我們觀眾朋友們 逢鴨回 就是買紅鴨回 就是買 我想我們這 從剛剛節目一開始 就不斷跟各位強調這樣子的一個操作觀念 那畢竟我想以針對鴻海 到目前的一個持續性的一個 創這個10年多以來這個新高 這個當下 畢竟他當時 當時在3月15號 他已經產生他這一個波段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買點 在這個115塊錢 那除了像鴻海 那我們不妨看一下最近最夯最夯的一檔 這個紅家軍電動車的一檔 相同概念的股 是針對這個3149的這個 像政打的一個部分 我想以政打 包括就是說從前天 他這個買點訊號一產生的一個後續 前天他是立馬鎖住漲停 延續到昨天還是漲停 那到目前 這個政打今天就持續性 創高來到這個38塊9 等於說到目前 漲升的一個弧度 至少都超過7%8%的一趟漲 那我想以整個一個政打 我想到目前這個捐漲點 是一個很標準 量滾量的一個時間 那量滾量 尤其說今天這個量 昨天比前天還大 那前天那個量等於是說 在這個階段點 他是做到一趟 叫突破他的一個整理平台 他的整理平台 大概已經經過 大概快接近2個月的整理平台 那整理平台 那在前天是形成一個 剛剛好放量的一個起工 放量起工當然也引動 這一個波段 這個政打 一個不斷不斷連續這3天的一個長紅 那當然我想以到今天 目前這個成交量 已經來到這個7400多張來看 我想今天持續性去做到 他當滾量的一個上工是無庸置疑 那當然針對這種個股 我們提示給各位的操作的一個重點 你當然的話你都可以去踩 你在這個買點 剛好做的產生那個當下 你做介入的人 當然的話 你到現階段都是全面性大賺 那問題說 像這個買點訊號 一產生是在1月16號的29塊半 那畢竟我想針對 任何一檔個股 其實我老實說 我們就說針對 這個每檔標的的這個買賣點 這個訊號我們都有全面性都有分享 在我們這個Telegram當中 那等於說 我還是一樣可以請我們的元寶 你還沒有去加入我們這個Telegram的話 你都可以直接去加入 相對 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會做一個很長期的一個追蹤 後續 什麼時間點賣點一到當的話 我們也都會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那重點我想像政達 這種個股 如果說你以往 你起漲點前天沒有去買 做買進的投資朋友們 那今天要不要去做買進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的這個操作 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可以去採一個叫停利的一個操作 就是說現階段 他今天衝高之後 目前的形成ABC的一個拉回 那這個拉回我想 就以這個盤面這個 所謂的一個盤態度來看 TIC圖來看 目前做一個壓回 那這個壓回 我想各位 你逢壓回你去做買 其實這是極短線 就是說就當衝的這個極短線 他今天ABC這個壓回 我想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前波的那個低點 只要有做到一趟跌破 你再你做個買進 那買進去之後 當然的話 你可以嚴格去執行 你設好5%的一個停損 設好5 就是說你買進的價格 設好5%的一個停損 那另外 你可以去採一個叫做停利的一個操作 什麼叫停利操作 就是說 證打我想到目前是公高來到這個38塊9 他如果是說 有從這個最高點 一修正拉回超過5% 那代表就是說 我這短線上 已經有這個所謂的一個 主力在做個出貨的一個嫌疑 就是說從最高點你算下來 他有拉回 拉回個1-2%-2-3% 我想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一拉回就是拉回超過半根平板 半根平板 超過5% 你從這個最高點算下來 那代表就是說 已經有人在做個出貨 那出貨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還是要請各位 去做一個執行 這個賣的一個策略